男子來到嘉義新港奉天宮參拜 突然遭人追砍 三人持刀械武器追趕一人 嚇得其他遊客紛紛閃避 三人行凶後 隨即又快跑離開 搭車離去 留下受傷的男子 滿身傷痕 大白天 當街行凶超囂張 救護車抵達 立刻將傷者送醫治療 背部 手部和腿部 都有刀傷 保住一命 救護人員到場後 立即給予加押 執險 包裝 直擊送往嘉義基督教醫院救治 警方後報掉監視器 以車追人 其中一名嫌犯遭遠景壓制 在布袋落網 遭追砍的男子 在第一時間向警方表示 不認識行凶的嫌犯 疑似 沒說實話 警方追查 雙方不排除曾有債務糾紛 嫌犯到案公稱 他有被案子之間 有債務糾紛 雙方都是給互人 遭追砍男子和三名嫌犯 是狹路相逢 或是早有計畫埋伏行凶 由警方繼續調查釐清 三零星 廖國中 翁宇文 嘉義報導 左倫宇文 嘉義報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